那你吃起來是吃到什麼味道你覺得 就是加一瓶小的味道 男生味道不是都差不多嗎 你是吃過多少 YEAH 我是小哥哥愛你 最愛你 那我現在所在位在逢甲夜市 那今天回來實測主義是 女生吃金的瓶到底有多少呢 所以我們準備開始今天的實測啦 走 哈囉妳好 請問妳怎麼稱呼 我是璇璇 單身嗎 有男朋友 這樣再起多久 4年多 很穩定耶 4年多 沒有 那我怎麼再起那麼久 就一種感覺 有養過嗎 人家不是說三年是一樣 有peater過嗎 沒有都沒有 她是我算第一任男朋友 然後我也是她的第一任女朋友 我問一下璇璇 妳過去有吃過男生的鞋 有在嘴巴裡面但沒有吞下去過 不敢吞 妳是太臭嗎 還是怎麼樣 不是臭就是因為沒有吃過 不知道吞下去會不會像砍那樣砍 就覺得很噁心 所以妳吃XX的比例是零 只有吃在嘴巴裡沒有吞下去過 對就是在嘴巴裡 嘴巴裡面是男生要求還是妳自己要求的 沒有到要求 就是個身體自然就那樣 總會有一個主動吧 比如說男生就拿過來 妳就要接這樣子 應該說我不會去拒絕 我沒有不喜歡也沒有到喜歡那樣的 就她有那個動作妳就接受 對啊 那妳為什麼不吃下去 不敢吞啊 因為吞下去也不知道會不會怎樣 所以她有要求要吞下去嗎 沒有她不會要求我 還是她看到妳吃在嘴巴 她就整個完全滿足 男生不是都會 就是女生有服務就 就會喜歡 就會開心的這樣 為了有想要吃下去 就吃下去 有機會她會想 會喔 就是如果最近又有在做的話就會想 那妳覺得吃起來的味道是好的嗎 我喜歡啊 那妳吃起來是吃到什麼味道妳覺得 就是加一名XX的味道 男生味道不是都差不多嗎 妳是吃過多少個 等一下妳是吃過多少個 不是男生味道不是都差不多那樣嗎 如果她的XX是有香味或是甜甜的 妳會想要吞下去嗎 鹹的話可能會 鹹的或香的我就不會香 所以妳覺得那個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是有點腥味是不是 沒有到腥味 是什麼味道 不會形容啊就是 就是蛋白質的味道 然後有點大草原的味道吧 大草原 就是綠地的味道 就不排斥的味道 OK 她有常常餵妳吃嗎 有時候都是我自己把它吃 就是吃的時候就就就就就 就出來了 就在嘴巴裡面 味道就是可能如果她吃比較重鹹 前天比較辣這樣可能就會有點 妳覺得會有差嗎 會有一點點大辣的感覺 微辣的感覺 對 哈囉妳好請問怎麼稱呼 台中秋淑貞 台中秋 欸 妳看鏡頭一下 欸有像欸 有像欸 謝謝 單身嗎 對 那我問一下秋淑貞 妳過去有吃過男生的香 有 妳有吃過 有 是誰要求的 吃男生要求 她是有問妳還是她直接就都過來 我就直接都過來 很沒禮貌 喔所以她有問妳可不可以吃是不是 我也不是吧 就是感覺來啦 她有講什麼話嗎 妳可以吃我的XX 這樣子嗎 應該不會有男生會這麼講吧 我覺得是兩個人的感覺吧 那妳又說妳不能讓她感覺對要督上來 不是她不能督啊 那個督太沒禮貌了 那她要怎麼做嘛 我們想要知道她要怎麼做 女生比較可以接受 我真的不知道耶 她有詢問妳嗎 沒有 我都會問欸 我問我會餓嗎 如果男生問妳會餓嗎 妳覺得這樣OK嗎 那如果說不餓呢 那她就不要她吃了 然後她覺得說 那我可以攝在妳的嘴巴裡面嗎 喔不行 那太噁心了 那妳還說妳吃過 那妳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我沒有吃過攝在裡面的 沒有嘗試過就是在嘴巴裡的 就是她攝在嘴巴裡的 頂多就是在其他地方 然後妳試試看這樣子 對 妳有吞下去過嗎 沒有 完全沒有啊 所以是零 那妳覺得什麼情況下妳可以接受 喔不行 都不行 那她如果跟妳說吃這個可以養顏美容 喔不要 太噁心了 如果對方的XX是香的或是甜的會吃嗎 妳覺得香香的會增加想要吃的嗎 不會 也是要看長相啊 那如果長相超帥 可是射出來超小超重 味道超重 感覺很差很像被搶劫了不行 本來就男色的困難 比較不敏感 那妳今天吃完我店喔 有比較敏感 有很敏感就是 真的 雖然我本來就蠻硬的 但是就是她 感覺出來 欸她是一直在吃個 這一個小時裡面是這麼多 之前是 出來可能中間要 空兩半個小時 就是快一小時才會這樣 比較窮 對阿這次是 出來然後差不多 五分鐘六分鐘 用一用就 這樣出來就覺得 滿讚的 哈囉妳好 請問妳怎麼稱呼 我叫Chloe 單身嗎 對 我想問一下Chloe妳過去 有沒有吃過男生的香 有啊 有喝下去嗎 有 機率大概幾% 0到100% 很少一兩次而已 所以大概20% 很少應該再低一點 可是對方要求嗎 也沒有欸 是妳說欸我吃看看這樣子 也沒有就是 無緣無故就吞下去了 但她有問妳說可不可以吃在嘴巴裡 妳有詢問嗎還是沒有 她有先問我 她怎麼問妳 就直接問我 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吃在嘴巴 對 可不可以吃在嘴巴 其實我不能接受欸 試過一次之後就不能接受 妳那時候是想著好奇吃看看 對對對 那是好吃的嗎 我覺得很想吐 是味道是嗎 好像有一點 所以妳覺得那個味道是不好的 對 不能接受 很像什麼 我不會形容欸 我有一點欣慰欸 試過那一次之後我就不會想吃 因為我從那次之後覺得蠻反胃的 那如果有一天妳遇到一個 她的X是想的 可是我還是會想到之前很反胃的時候啊 所以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哈囉妳好 請問怎麼稱呼 千千 男生嗎 沒有我有男朋友 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快兩年了 我想問一下千千妳過去有吃過男生的小嗎 沒有 沒辦法 太噁了 我覺得很臭 它會有個小味 等一下 等一下妳是有試過吧 有 一定有 一定有被射在裡面過啊 絕對有 但是 重點是那個味道就是會沒有辦法 因為它會直接衝上來 就很臭 妳那個是吃這個另外一半嗎 痾 還是不是 是之前的 之前的有 然後現在的也有 是對方要求嗎 對對對 那對方怎麼詢問妳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如果就是 在嘴巴 已經口爆了 它已經噎到喉咙這邊了 我還是會 忍到最後一刻 然後就把它吐掉 那它吃在嘴巴是 它怎麼問妳 妳可以接受 不會 我再怎樣都不會吃耶 還是它是直接讀過來 它是直接讀過來嗎 有沒有問妳 就很自然的 就已經口爆了 所以它也沒有特別問妳 對 然後妳也接受 那重點是 很臭 就是它會有一個很噁心的味道 所以妳沒有吞過 沒有沒有沒有 那什麼條件下妳可以吞 沒辦法耶 這輩子可能無緣喔 那有可能是對方那個吃東西 可能比較重口味喔 可是之前有試過就是 會想要口爆的時候 就是那個禮拜會吃得比較清淡 不管是吃得清淡 或者是重鹹 哇欸很專業 就是吃得比較清淡 就是吃得比較清淡 就是噎到紅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噎 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吃 澀澀的 就是會有一個蛋白質很澀的東西 那如果它的小是甜甜香香的 妳會想要吃嗎 甜甜香香喔 牛奶口味嗎 草莓口味 很香喔 牛奶口味可以 所以妳是因為味道的關係 對 因為它太噎了 很臭 如果味道香的話就不噁心 味道香也許可以 欸如果我男朋友看到這個 他會不會回去狂喝一個禮拜的牛奶 欸欸欸 你可以吃看看耶 搞不好有可能味道會那個耶 但是我知道吃鳳梨真的會香 所以妳的機率吃小的機率是零 零 過去有吃零 好啊 今天食道就變這樣告一段落 我是愛連我們下次見大家 掰掰 掰掰 掰